謝謝院長 院長 各位先進 那麼我還是要針對剛才的廣告討論啦 做補充的討論啦 因為剛才是來不及登記的 我們看到這個法 如果按照現在行政院的版本通過了 就跟全國的民眾宣告 他就地合法 他就是就地合法 就是降雇的利益啦 非法違規占用農地 用農地的名字去蓋工廠 然後我們的政府要讓他就地合法 這麼大面積一萬多公頃 這麼大的農地就不見了 我們全國的農地大概六十多公頃 所以這裡面大概佔了二點多趴 我們二點多趴的農地不見了 我們看到戰斧對於過去的歷史 過去這麼多人的違規使用 他的做法就跟呂秀蓮前副總統所說的一樣 叫頭痛俱腿 頭痛一腳啦 就有一點類似 何卵先面對華航工會罷工的時候 一秒鐘全部解決的 你要了通人給你 所以在今年的時候 事務院長說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以為有 有多偉大的一個做法跟政策 結果不是啊 這是就地合法 換句話說 你這麼越過這麼越大屁 就都你了 而且現在訂了一個二十幾年的 一個落日條款 各位 這二十年也好 二十五年也好 十年也好 就已經告訴全國老百姓了 這個問題就是 吃麵就是你的啦 如果今天這個法序這樣通過的話 我真的呼籲也拜託 有良知的立委 真的不要分黨派 這個題目不是黨派的問題 這個題目是一個良心的問題 就是 你要看著我們的農地 一點一滴的損失嗎 一點一滴的喪失嗎 如果這樣子過的話 那未來 溫泉 只要人多了 一樣要求這樣開放就地合法 我們的山坡地的 山地的一個爛肯 一樣 只要人多了 嫌疾到了 這樣不就低頭 這是最壞的示範 每當我做選民服務 看到多少人 該人用了一點點國家的土地 還要被克 所謂的不當利得 你就發現到 好 好 謝謝賴委員 謝謝賴委員 下一位請會委員洪泰 請坐出來 請坐出來 谢谢大家